恐怖箱 现在要告知 我们所有的队长 和我们所有的舞者 今年我们的考核规则有所不同 第一条 在海选的考核过程当中 不可以使用待定 走 我们回下去 回家 不乐 走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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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不要玩了 走了 节目组每次都在这儿挖坑 你最爱待定的 待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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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要把我的路给封死了 你明白吗 你最爱待定的 待定 这就是街舞第二季 节目组的不靠谱 第一个坑 出销 第二件事情 就是我们今天每条街道的考核毛巾数量不等 已经不是二十五条了是吧 我们将根据队长考核人数分配毛巾数量 刚刚大秀选择人数最多的有二十六条毛巾 第二名二十四条毛巾 第三名二十三条毛巾 第四名二十二条毛巾 我的天 五条 八十五条 九十五条 对了 有人说了 还没到一百条 九十五条 九十五条 少毛巾 怎么搞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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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后面再说 那时候我都认定了 导演主一定是挖克让我们跳 接下来要为大家揭晓的是 每个队长到底拥有多少条毛巾 他们现在每人面前都有一个箱子 箱子里面放着他们的排选毛巾 我们开始数毛巾 一 二 三 四 四 慢一点 第四条 第五条 第六条 第七条 第九条 十四 十五 十六 十八 我画没了 其实一条毛巾的这样拿出来的时候 在那个时候会觉得 我的票数应该不会太低 挑毛巾的时候 突然觉得越来越少 越来越少 会不会是最少的那一个 二十 二三 扔 二十一 一 二三 扔 二十二 一二三 扔 二十三 三 二十一 一二十三 一二十三 二十一 二十二十三 二十二十二条 你发现自己是二十二条 你会觉得这个数字跟你力气的有什么差别吗 因为上一集也是最少的 这一集就还好 可能看到各种大神都在这儿 然后就不敢来了 第24条 第24条 2 3 1 2 3 24 罗之翔队长23条 排旋毛巾 好 我来补个打脸 不是我 25条 二十五条 韩庚队长二十四条牌旋毛巾 他二十六 二十六条 好 结果大家一目了然了 罗志祥队长考核人数一百零四人 获得二十三条海选毛巾 韩庚队长考核人数一百零七人 获得二十四条海选毛巾 快点 等会儿 他多少人 一百零四 我多少 一百零七 一百零七人到我的这条街对吗 对 那不是越多的才会有越多的毛巾 你比我多 你是比他多一条 你孙洪雷啊 你这么笨啊 你比我多 对 你比他多 陆志祥 好 知道 吴建豪队长考核人数一百一十八人 获得二十六条海选毛巾 看来 大家还是很喜欢流星花园 流星花 刚刚我们试个F4 是吧 陪你去看流星雨落在这地球上 他 让你的泪落在我肩膀 最后我们益阳千玺队长 好合人数七十八人 获得二十二条海选毛巾 平均三点五五人 争夺一条毛巾 相对来讲压力最小 好 请队长们收拾好自己的毛巾 去往自己的街道 进行考核 劳动最光荣 傻子才会这样子拿起来 笨蛋 我没路过极限 你是不是 小猪 输得要有你知道风度好不好 风度 是 我是 啥子才会这样子好不好 问完了 Myro 我赴你 等一下 你这节目组有工作人员的对不对 没有 经费这么紧张 劳动最光荣 劳动最光荣 一会儿见 我就说嘛 剧组不靠谱 这句话 真的又验证了剧组不靠谱 有请益阳千玺队长 组队长来了 咱今天就速战速决 咱这儿人也不算特别多 然后你让我看到我想要的点 你就直接过 咱也没有待定了 就直接速战速决 组队速决